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麼今天台股盤中一度下跌百點 整個指數從本坡的最高點 那麼9399 拉回到今天的低點 幾乎每一次歷史都會重演 但是都是屢失不爽 就是每一次的摩台結算 或者是台子期結算 他只要創新高 後面都是伴隨著拉回 當然今天的拉回是建構於上個禮拜 美股Nesdaq的破線 那麼跌破季線之後又站上季線 但是問題是站上季線之後 又往回跌 當然整個美國的選情 讓人家覺得很緊繃 所以就目前為止來看 那麼美股當然會影響整個台股外資的動態 但是就今天極短線來看 今天台股殺到最低點的時候 那麼9194點看到了 立刻往上拉抬 尾盤不得了 直接翻紅 但是翻紅並沒有帶來成交量的擴大 還是589億 那當然今天所有人都討論 從小英政府上任以來 月線拉出了連六紅 那這個月線連六紅 對你來講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回到那句老話 今天指數創新高 台股來到9000是歡天喜地 量能一直放大 然後我們台股心心向樓 當然你不會覺得看到指數 你會感嘆對不對 那如果你像我之前所說的一樣 當指數在創新高 你手中的刻股不是盤 它就是跌 除非你買到台積電 除非你買到大力光 要不然 你根本對這個盤的指數的方面 是無感的 你記不記得我在10月25號 指數來到9399點 我問你嘛 指數挑戰9000是95至尊在望 那麼你到底是贏了股價 還是輸了股價 如果你是輸了股價 贏了指數 對你來講 這個9000是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你的股價在哭泣 不是嗎 所以我今天看到 月線連六紅 當然十年線第三次 它是守住的對不對 第一次在這裡 第二次在這裡 那麼第三次在這裡 它守住了 而且守住之後走出了連六紅 可是當你看到這個成交量的時候 其實你不禁要感嘆 台股現在的成交量來到9400左右 居然成交量比多少 7500點還低 那什麼意思 就是說當指數來到這裡 你的成交量卻比這邊還少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現在的行情 現在的行情 就如同今天的走勢一樣 往下殺 很多人講說今天是回撤支撐 但是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向來解讀 今天盤中跌了112點 說不定是有人在測試 到底我這樣子隨便亂賣 下方有沒有人接得住 我可以用另外這個觀點提供你思考 畢竟現在指數來到整理的末端 我上個禮拜特別提醒你 我說 當周線或是月線 或是大家比較平常看的日線 那麼來到一個重要的轉折的時候 它必須要搭配量能的表態 不是嗎 我上個禮拜提醒你 指數來到9399點 如果你用收斂型態來看 這叫三角收斂的末端 末端沒有辦法放量 你今天看到一整個月交易下來 一整個月交易下來 其實說穿了啦 台股這種成交量能夠撐多久 我不曉得 但是我可以很明顯的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成交量沒有辦法放大 就只能走這種形態 下殺取量 才能夠把整個籌碼 給重新釐清過一遍 當然現在是建構於外資愛台股嘛 從低檔買到現在買了2500億 對不對 可是資金再多總有捷徑的時候 所以什麼時候外資會翻臉 就看美股對不對 但是站上9000點 我們每天在告訴你的是中小型股 小心衝馬鬆動 季指來到9200 季指來到9300 季指後面往上再挑戰 我告訴你 我們空單陸陸續續在收割 陸陸續續在布局 上個禮拜我提醒過你 如果時間波你拉得很長 台股都這種不到700億的成交量 6700億啦 不要講不到700億那很悲觀 6700億 那麼大概就是用時間來盤一個右肩 用時間來盤右肩 那麼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告訴你 我說接下來是這條頸線的測試 對不對 那測試完畢之後當然就是測試季線 但是如果季線防守失敗會走成這種形態 破季線反彈到季線 就變成季線走平之後往下彎 那我們放空的理由在哪裡 因為很多的高價股 早就已經多殺多 不是等到盤跌 所以今天指數回撤季線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來到季線當然有撐 撐了一次撐了兩次 第三次會稍微撐一下 但是呢 上跪指數 早就在8月8號復興節那一天 見到了高點 今天持續往下探 那顯而易見的 大盤從這邊漲到這邊 上跪指數從這邊跌到這邊 而且跌破的季線 不就是中小型股 甚至包含了高價股 在破底嗎 所以 話說從頭 這一波如果你真的想要放空的投資朋友 大型股 超級大牛股 後面當然會有利潤 可是著眼於現階段 你要怎麼佈局11月的空單 就是把內資跟投信 棄養的股票給掃過一遍 鎖定起來 正如同我11月11號告訴你的 當天破了兩個月低點的櫃台指數 他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過去兩個月 買中小型股的不是套 就是在攤平對不對 因為指數在高檔嘛 所以後面長黑破線做確認 反彈上來叫逃命 我記得我在10月27號講的時候 當天很多的投資朋友 進來問說 這個能不能再反彈高一點 能不能反彈高一點看基本面嘛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來今天櫃台指數 一樣啊 最低的人拿到125.8 那代表什麼 這個低點124.75快要失手了 既然快要失手 你問我 還有沒有反彈高一點的機會 那技術型態告訴你 應該是沒有對不對 所以上個禮拜 你看到中小型股多殺多 今天延續這個力道 一樣該破底的還是破底 當然我今天看到有一檔股票 我過去有曾經提過了 這個叫3205的百岩 那麼很可惜啦 我沒空它 但是我沒有空它 不代表它不會破底 我空了股票更容易破底 可是就趨勢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 中小型股在撤退的時候 350塊錢跌到150 居然還可以再破到120 你即使買腰斬價 你今天一樣受傷 根本不用談5264的F凱勝 這檔股票 我在相對高檔的時候談過 175塊錢對不對 破了季線殺30幾% 盤底過後有人告訴你 買什麼 低基期的蘋果概念股 結果今天盤中失守100元 那回到我之前告訴你的邏輯嘛 我說台股它現在如果是多頭 如果它是一個多頭 那請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高價股 盤跌的盤跌破底的破底 投信氣氧的氣氧那支 我們講說浪槓也好 講說提早下車也好 為什麼 所以我看到這些高價股 其實它只更加強我們的信念 不是台股基本沒有多好 而是當指數在緩步墊高的時候 今天還守住季線的時候 卻有越來越多的內支包含投信 已經棄手台股 那當然如果你有多單的 不要等別人棄手 因為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講過一個很重要的邏輯 驗證了一整個月 我在上個月底的時候講過 我說如果投信在第三季的行情 任養股已經作戰完畢了 你小心氣氧 結果有些股票就從11月初 殺到現在11月底 還在殺 當然這些股票 都是很好的放空標的 因為外資會去賣 自己的任養股 就只有發生兩件事情 第一個 基本面發生了他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跌破季線了破線了破停順點了 投信不得不賣 另外一個是更恐怖的 就是基本面已經發生了 他們提早知道的事情 現在忙著下車 當然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我希望所有的交易 所有的分析 都建立在公平的資訊上 可是話說回來 技術面永遠領先基本面 不是嗎 所以針對高價股 我還是老話一句 好好的鎖定 兩到三檔向下操作 因為高價股既然開始多殺多 他告訴你三件事情 第一個中石戶不看好 投信法人不看好 基本面或許不會很好 如果股價會說話 台股 領先訊號是高價股 他已經告訴你了 小心再小心 卸下之後我再來告訴你 要放空哪些標的 是最近開始剛剛起跌的 卸下之後我馬上回來 要放空氣 水要煮廢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盡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真逐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一指救世界 健能everyday 來回到現場 放空想要先賺快 而且要有速度的 當然先選擇我們 從7月18號講到今天為止 中小型股籌碼鬆動 是很好的放空標的 台股站上9000點不用管他 現在是外資的世界 對不對 可是如果台股真的有行情 我請問你 內支會不心動嗎 那為什麼這一波內支逃命 的速度比快的 你去想為什麼 所以今天台股 台股手穩季限 大盤的部分恭喜 但是上櫃的 你是不是心驚膽戰 因為這一群股票是你喜歡的 為什麼中小型股提早退場 台股成交量為什麼 都一直沒有辦法放到900億 1100億 明明外資買那麼用力 去想清楚這個邏輯 有錢賺的地方不用你找 人家就會來 但是如果沒有錢賺的地方呢 趁著有行情 趁著現在還9000點之上 你不趕快賣 難道等到7600 8600才來賣嗎 當然不是嘛 對不對 高價族群多殺多 中食物不看好 投信法人不看好 基本面當然就是不好 如果每一檔股票 都像台積電都像大力光 台股現在找到2萬點 當然不可能啊 所以從高價股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現在的高價股風聲鶴唳 有些人會怪 我的股票今天破底 是因為大盤今天早上跌了100多點 那我反問你啊 那尾盤台股收上來了 你的高價股有收上來嗎 並沒有嘛 該破底的是因為籌碼 是因為基本面 不是嗎 所以高價股 有多單的 請自己小心這個禮拜 尤其是11月初 很多事情會提早反應 我暗示到這邊 正如同我在3月23號告訴你 凱聖破線請小心 當時我們就想說 蘋果我不看好 結果後面呢 大力光勇猛3945塊錢 7月15號會漲停板 漲停板那天很多人講說 去找低基期轉強的蘋果概念股 一買全套 當時我講說126小心喔 嚴油在耳對不對 我說現在破線你要停損 當時你這邊沒停損 這邊煞了30%你怎麼停損 後面你再度印證 凱聖居然破底 今天你再度印證 凱聖破 盤中破100元 那從這邊走到這邊 台股從這裡漲到這裡 關他什麼事 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你反推 如果我當時懂得風險控制 我不去加碼攤平 我懂得利用放空來賺取價差 如果我懂這些事情 我真的去做了 那麼我今天 我面對凱聖 面對這些高價股 我輕鬆以對 我們講保守一點 至少我沒有這一波殺下來 甚至是破底 我沒有受傷 那積極一點的 但是多賺一點價差啊 對不對 今天台肥股市 想要致富沒有捷徑 一步一腳印 看清楚趨勢 你每天看我節目 每天累積這些 你可以得到很重要的觀念是 每個人都在講 指數創開就要做多 逆向思考 但是逆向思考不是硬 你要建立在你的基礎之上 我在講巨陽 當時在跌的時候 多少人問我說 學老師為什麼巨陽 可以跌成這個樣子 我說你們都沒有搞清楚原因 這叫法人在調降本利比 後面當你看到 哇法人調降本利比完之後 居然還可以跌到122 為什麼 UA發獲利預警 等你看到的時候122了 這邊是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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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命 你不討 破底 那融資呢 攤平攤平再攤平 我光融資這個部分 我救了多少都 投資朋友 不要再攤平 講到永冠 來最近利空很多 7-11 破線的時候有誰告訴你 小心 今天盤中 115 對啦 跌升會有人搶反彈 搶得成功恭喜你 搶不成功自己小心 如果是看空的人 絕對不會去想反彈 因為沒有必要 何必咧 如果未來還會破底 那5%10% 留給高手中的高手去賺 我們賺大波段 我講完195 後面168 對不對 後面破 今天再破 所以我同樣一個道理 我再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邏輯是什麼 如果股價還沒見底之前 千萬不要隨便拆低點 不要因為它反彈個一兩天 你就認為說 哇 很棒 我要去搶 小心敵彎五成還有五成 今天 準備面臨下跪可能性的熱聲 不就是這樣嗎 疊停板打開 神秘買盤 你就跟著湊熱鬧 疊停板打開 神秘買盤 你就跟著湊熱鬧 今天咧 話不多說 很多人的痛 所以我在講星象的時候 我說過了 我做空兩趟 不代表我一定要做多 不對 反彈結束就再空 反彈到際線 我讓你不要追 不要攤平 回來我確認了 我再空 我空一百九 第三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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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後面176 329 三星象 今天盤中最低點 哇 守住了 173 距離前波低點172 崩潰點 只有一步之搖 真的守得住嗎 這兩根大量誰在賣 去想 其實我教你的東西都很簡單 而且顯而易見 對不對 像我在講說高檔轉弱的 籌碼亂掉的 三五二六反甲 八六三我空 七十五塊八我再空 七十二塊半 尊重一下氣線 我補 補完反彈弱勢我就再空 七十四塊半 今天反甲 來 盤中又回到多少 六十七塊八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破底 那小心喔 一旦破底 洪生模式可能再啟動 這邊波段單30% 架差單37% 如果他又啟動了一次 時空背景不一樣 位置不一樣 下殺的幅度也會不一樣 所以高價股該如何布局 我們上個禮拜也談過一些 最近利多很多的 對不對 來 美律 漲上來 我說位置太標準 暴利多不是好事 你聽望我這句話 10月28號禮拜五我經常空 最近利多很多的自己小心 你有沒有看到 這根是帶量 三喜臨門 對不對 大家記得很清楚嗎 三喜臨門 結果賣出了一萬六千張 當然啦 有人進去買了一萬六千張 誰贏誰輸看這條線 但是站在我的觀點 只要股價 跟基本面脫離太多 比如說他有好 但是沒有好到極致 你就是準備回檔 所以我來看美律 三十塊錢到一百三 不多啦 一張賺十萬 那三十塊錢 絕對不是你買的 一百三你去買可能有份 這就是我給你最重要的提醒 跟我們的操作策略 這一波的行情 其實到今天為止 台股還站在極限之上 從九千點走到今天 你完全印證了 7月22號到10月21號 我們的空單累積209% 高價俱樂部不多 三檔而已 累積104塊錢價差 再再的證明 現在台股 絕對是空頭 而且 你要記住 中小型股 接下來醜媳婦要見公婆了 當你公布完 公布完 十月營收 你差不多這一整年 你再怎麼畫餅 也沒有辦法去支撐股價 小心接下來 投信跟內資股的多殺多 當然想放空賺價差的 趁現在 好好的把握 我們崩盤價的活動 出貨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 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